小菊 你以前喜欢的人是谁啊 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 你今天还喜欢他吗 过去的事情总会过去的嘛 人呢 总是要向前看的对不对 以后不许再提这件事喽 好 没问题 来 借住了啊 没事 加油 看我的 你来 这样 你看 我并不厉害 瞧瞧 怎么样 还不错吧 音箱 鼓 谁准备的呀 学着看我的面 专门给咱极限乐队买的 不 你可以啊 这里 就是我们极限乐队 梦开始的地方 走起来 这有月工资 这有月工资 经理不对吧 你才给我预支过工资啊 你看我这记性 这是我给错了 这是给那个陆十一的 给错了 给陆十一 你看看我这张嘴 那陆十一千叮咛万嘱咐 不让我说 你看我还是给说漏了 什么事这么神神秘秘的 你想知道吗 说呀 有一天陆十一过来找我 给我三百块钱 老板 等一下这三百块钱 你就当做预知给夏宇宙的 这个月工资呗 她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 而且她一个小姑娘 在外面也不容易 几个意思 你跟我说实话 喜欢她是吧 你拿着吧 行 帮了 对了 等月底你给她发工资的时候 记得把钱给我 千万别穿帮了 穿帮了好啊 我看你人不错 要不要我故意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她 夏小军要是知道 你在背后 默默为她做了那么多 说不定一感动 你谁想去门呢 她才不会呢 你千万别告诉她 我可不想让她 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能点 我本来是 你怀疵了 我要回买了 让癣热了 我为了 你去看自己的策略了 你会去看自己的策略了 我来 嗯 我上个月的伙食费 正好多了三百 大拓 谢谢你啊 你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值人图报了 不像是你的风格 我什么 我什么时候不 不值人图报了 这样才对嘛 张牙舞爪的让她更像你 好好的气氛都被你给破坏了 我刚刚还想着怎么报答你呢 要不我今年的压岁钱 就不给我妈了 我给你买全套的金庸小说怎么样 你要是真想报答我的话 以后就随叫随到 怎么样 怎么样 全套的金庸小说 你换我给你做牛做马 你算盘打得真够可以的 怎么了 我们之间要算得那么清楚的吗 那这么说的话 之前阿姨还精神让你给我带好吃的 那这些该怎么算 行吧 那这周末 你跟我一起回家 我让我妈给你做好吃的好不好 好 行 那你帮我递一下 我把这上面的再摆好一点 好 好 这个吗 对 十一 十一 天哪 怎么流这么多血啊 没事没事 啊 怎么刮到的呀 怎么办呀 十一 你没事吧 十一 十一 疼不疼啊 十一 你等等我 你等等我 找手 我去找手 你等等我 等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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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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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不要碰到水 隔一天来换一次药 医生 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晕倒了 需不需要再做一些其他的检查呀 晕倒 有没有滴血糖 不知道 突然晕倒啊有很多原因 我建议啊 先去好好检查一下 找到原因 好的好的 需要做什么检查呀 我又不是瓷娃娃 你这么小心翼翼的 人家不知道还以为我得什么绝症了 你赶紧给我呸呸呸 好 呸呸呸呸 呸呸呸呸呸 呸呸 呸呸呸呸呸呸 呸呸呸 哎呀 我跟你说 检查一下好放心 我又没说我不检查 我自己去检查可以吗 不行 那你现在回去 不行 我又不跑 陆十一 走不走 夏小菊 沈学姐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心理科实习啊 陆十一这手怎么了 她胳膊被挂钩滑了一下 刚才又晕倒了医生说 让她再检查一下 没什么 就是她太大惊小怪了 晕倒这事可大可小 一定要检查清楚啊 你看 沈学姐也这么说吧 是是是是 你说得都对 行了吧 这样 既然碰到了沈学姐呢 那就让沈学姐陪我一起去化验 你呢 现在赶紧回便利店 不然老板真的把你开除了 看你到底怎么办 人家沈学姐要上班的 小军 你回去忙吧 我今天没什么事 我带她去 啊 这 放心吧 沈学姐在 我还能跑不成吗 我肯定会过来做检查的 走吧 真的 真的 走吧 那 那我就先走了 嗯 学姐 那麻烦你了 没关系 哎 你等一下 把衣服穿上 外面太冷了 哎 你赶紧穿上吧你 我走了啊 哎 好 拜拜 那你路上小心啊 好 知道了 拜拜 我看你倒是挺照顾夏小菊啊 你这么怕她丢工作 怎么就不怕麻烦我呢 你刚才不是自己说的 你一会儿没事吗 不过没关系 我自己也可以去做检查的 沈学姐要是有事的话 你就先去忙 我说说的 只要是你的事情 我永远都有时间 来 走吧 来 走吧 我可是答应了夏小菊 来照顾你的啊 如果你不愿意被我照顾呢 我就现在把夏小菊 照顾回来 她应该还在路上没走远 走慢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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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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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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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十一 这孩子怎么了 你怎么又买吉他 你不是有吗 岳飞账上的钱已经不多了 这都是大家一起集资的 大黄 你省着点话 不然最后要坐吃山空了 我心有数 太帅了 这钱 闲眼柔 特别适合女生 花这个钱干吗 我又不会 我不是给你买的 给学末路买的 怎么样 这颜色好看吗 好看 他不是有吉他吗 他那是木吉他 我们是摇滚乐队啊 再说了 他是我们门面担当 造型很重要 秦风露 吉他 黄俊 好看吗 你真的买了一把粉红子的吉他 那当然 我黄俊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啊 快来快来试试 刚刚调好音 我简直爱死你了 怎么样 喜欢吗 你 你不要误会哦 不是那种爱 快快快 趟我们那 趟我们那个 你试真 时间扫 时间扫 我再走了 我既然不对自己说谎 不管这世界多复杂 不能有多遗憾 拥抱最炯热的梦想 努力不怕微观 铁道也很漂亮 好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你怎么了 不舒服啊 黄俊惹你生气了 他给徐墨墨买了一把鸡 还是粉红色 刚刚他们俩在那儿讨论音乐 感觉我自己就像一个局外人 尤其是那个徐墨墨 竟然当着我的面说爱死黄俊 你是说 那个小主唱对黄俊有意思 会不会是你想太多了 不可能 女人的直觉最壮 她绝对有问题 那黄俊呢 她对那个小主唱有意思吗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心里好乱啊 这样 你去跟黄俊呢 好好聊一聊 让他明白 他是已经有女朋友的人 就应该跟其他女生 保持适当的距离 没事 我会跟他说的 那你呢 你会知道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了 就 继续当比友呗 你这样从来背后 他就算再感动也不知道是你啊 我只是希望他能开心 我真是拜给你 爱情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 你不知道 对了 对了 我还要去看看大土 你一会儿帮我把书包带回宿舍好吗 走了 一会儿 等会儿 你去哪儿啊 实际怎么了 走啊 没事 我一会儿回来跟你讲 我先走了啊 拜拜 走啊 你上午去医院检查结果是什么呀 没事吧 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你看我 我现在撞得跟牛似的 这点小声算什么 一点都不疼 还没有你上次拿泡脚屁股那时疼 那医生没说为什么滑破胳膊会 疼疼疼你签点 我签点我签点 医生没说为什么滑破胳膊会晕倒吗 他 他 那他就说我血糖有一点低 你是不是又没有吃早饭 我懒得买 懒得买 懒得买 你知不知道一日三餐中 早餐对人有多重要啊 亏你还是要当医生的人呢 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这是我给你买的面包和饼干 你呢平时就把它放在宿舍里 懒得下去买的时候呢 你就多少吃一点 吃完了你就跟我讲 我在便利店打工 老板会给我优惠的 你怎么了 这 是 是不是头又晕了啊 别动 我就是好累 让我抱一会儿 接一会儿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呀 那你听我的啊 这段时间呢 就不要去便利店帮我忙了 你本来课业又多 还要参加篮球队的训练 身体本来就吃不下 听到没儿 好好好 我们大途这段时间辛苦了 姐姐抱抱 啊 姐姐抱抱 这儿 ком Large 我都不愧 孩子睡吧 关系白整一点 点色固执的像孩子 不忍欺骗 只要解决 站在路的脸 高黄 吃饱饭了 你先放那儿吧 看哪儿了 你眼中的我 残血恩大了一天 我如果演一演 等着全部毁灭 你躺在这里 跟着沿过一切 就这么调整 就这么调整 真的太棒了 由你加入 我们乐队想不火都难 你才是乐队的灵魂 你知道怎么凸显我的优势 没有 你真的 你太先吃了 黄俊 吃早饭了 对对对 就这样 就按刚才那个调整 太棒了 谢谢涛涛 好吃 你们先吃吧 我走了 一起来吃点吧 我就不吃了吧 没事 一起来吧 坐 快 那我就不跟你们客气了 客气 客气啥 快 我用过来 没事 大黄 你忘了你昨天答应我 一起吃早餐吗 我也没吃 但是我只买了两份 没卖其他人的 你吃晚 咱俩吃一份嘛 咱俩吃一份嘛 拿着 拿着 要吃就自己买 没有 咱俩吃完 那我还吃饭了 你吃饭了 你们吃饭了 我吃饭了 也不吃饭了 你吃饭了 黄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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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这里 吵架了就好好说清楚 冷战可不 不算了给他 董董 你怎么来图书馆 不跟我说一声啊 哪位啊 我知道 就是鸽子里早餐的事 是我的错 但是 你又不能装作不认识我呀 你这样说我 我多委屈 他也有对待灵魂了呀 甜言蜜语留着 跟你的小主上说去吧 我快了 我先要睡觉 涛涛 快 涛涛 追呀 现在追上去 只为火热焦油 坐 坐 坐 你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啊 涛涛这次不是一般的生气 不是你两三巨敬地哄好的 还我说你有女朋友 还跟其他女生乱七八糟的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忠贞啊 你怎么说混笑这事呢 什么叫乱七八糟 说得我跟姨摩似的呢 我跟徐沫有什么都没有 就涛他太吃醋了 你别写了 说句公道话 反正我知道了 她不是一个无是生非的女孩 你看看 你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 涛涛要是真的生气 要跟你分手 我看你跟谁空去 我 我跟你说 你俩可别急我 涛涛这么爱我 他也不会跟我说分手呢 这什么玩意儿 十一 这儿 十一 快 坐谁 坐 沈多 沈学姐 那 这些书 你拿回去研究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的 谢谢沈学姐 你跟我说正事 你的情况 你要不要告诉你家人和朋友 噓 哇 我以前从来没有晕回去 怎么会患上晕血症呢 晕血症啊 其实本质上还是一种心理疾病 它属于恐怖症的一种 但是吧 如果你一直瞒着 我是说万一啊 万一真的有什么事儿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去交代呀 过一阵子 大家都不忙了 我会找事情跟他们说的 对了 我实习的医院 有一个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他这两天 在国外做学术交流呢 等他过两天回来 我介绍你们认识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放松心情 切记啊 紧张 对你的病情 是一点儿好处都没有的 怎么样 言归正传 你说点儿认真的 来来来 我坐那儿去跟你说啊 好 来来来来来来 他们俩什么情况 十一什么时候跟沈多学姐的关系 变得那么好 嗯 沈多学姐对陆十一垂涎依旧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但陆十一也有意思 什么 你是说 大土对沈学姐有意思 我可没这么说 我是说 你觉得如果他俩没意思 他们可能单独约会吗 不可能 对了 你要是说大土喜欢成狼我都相信 喜欢沈多学姐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话可不能说这么绝啊 哎 你不也说 你没见过陆十一跟别的女生 单独在一起过吗 对吧 再说了 沈多学姐可是一学去细花啊 十一再不开窍 她还等得欣赏美啊 我听说上次十一上病去医院 沈多学姐可是全程细心呵护 温柔有佳呢 是吗 我觉得 快乐 快乐 原来是这样啊 spring lá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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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你啊 神出鬼没的 是兄弟先帮我个满 好 什么事 我跟乐老吵架了 怎么哄都哄不哄 你 你帮帮我 你惹你女朋友生气了 关我什么事 你 你就这么帮我当兄弟的 亏我跟我女朋友吵架的时候 还不忘替你筹谋 你什么意思啊 亏得我之前在图书馆 帮你试探笑话剧 我说你 可能更喜欢沈多许解一点 你说什么 我模仿你的笔记跟程狼写信 约他周五晚上六点见面 所以你那天说帮我记信 就是把我的信给掉包了 没有 我 我没有偷看了 你怎么能这样呢 他表现当时又不对了 八成吃醋了 你整天围在他身边 他绝不出你好来 你只有让他发现 你身边其实有很多女生的 他一定会着急 这叫欲擒故纵 还欲擒故纵 我懂不懂 我告诉你 黄君 我迟早一天把你这烂嘴撕掉 我看你怎么满嘴抛火车 我 就你这样 再给你几年就追不着 把嘴闭上啊 我看你又皮疼痒了 我 这 这找啥玩意儿啊 嫌无此拉的 我都说了 我不想让程朗知道芒果布丁是我 你这样 你这样以后我们见面多尴尬啊 可是你总得迈出那一步 让程朗知道你喜欢他嘛 我只是想帮你嘛 那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得赶紧马戏拿回来 他肯定都已经收到了吧 小菊 你别生气 我只是想帮你嘛 你害死我了你 没有 小菊 小菊 正好 我找你有事呢 不不不 不 我有急事 我也有急事 找你 小菊 不是有那个 人家说话 你想在我找啊 走开 我不想看见你 你不说话 我走了 我有急事 来 其实也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你把我拉这儿来干吗 我真的有急事 就是 就是在图书馆的时候 沈多找我有事情要聊 所以我是没跟你们做一块的 有什么气话 你真的误会了 我跟徐弘露 就是组队而已 我跟他就是正常社交 正常社交 对 你又是宋吉他 又是单独练歌 眉目传惊 您跟我说这是正常 您还想怎么说正常 牵手 接吻 拥抱吧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没生气 我没生气啊 我真的有急事 我得先走了 不是 你什么急事啊 那我帮帮你呗 你简直就是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行 那就不劳烦您在这儿陪我 无理取闹 请回吧 你 这事我跟你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就是有急事 你先忙你的啊 大黄 大黄 你怎么了 大黄 大黄 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你原谅我吗 这怎么回事啊 涛涛 大黄 大黄 你怎么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大黄 你别吓我 这怎么回事啊 涛涛 这怎么回事啊 大黄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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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十一 怎么可能一切正常呢 医生 他刚刚都晕倒了 而且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无缘无故晕倒了 麻烦您再好好检查检查 好不好 从那个检查结果来看 他的身体没有任何异常 医生 您真的在好好检查检查 醒了 醒了 谁醒了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突然吐血了 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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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样 他怎么吐血了 他装的 他想给桃桃上演苦肉剂 这有志 我没事 你没事吧你 同学 你朋友说你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运导 我们学校设备有限 我建议啊 你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好 我没事 谢谢医生 我还有点事 一步好得照顾他 谢谢医生 辛苦医生 医生 你慢走 辛苦了 好 我们走吧 回寝室吧 干嘛 你 回什么寝室啊 医生说要去大医院 走 没事 去什么医院 你到底把不把自己身体当回事 你为什么不去医院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没有啊 我本身就是学医的 我自己身体有没有事 我还不清楚吗 是吧 你不跟我说我生气了 行 我给你爸爸打电话 让他来问你 别别别别 我说 说呀 怎么回事 我 我得了晕血症 晕血症 从小到大都不晕血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就开始晕血了 咱可是学医的 你要得了晕血症 怎么当医生啊 怎么说啊 不就是晕血症吗 十一 你别担心 我们症 好不好 对对对 一起 我们陪你 对对对 我们陪你 我陪你 小橘 橘 程朗 你怎么在这儿 你也知道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史仪 但是又坐不住 所以我就来图书馆转一转 没想到咱俩想一块儿去吧 那咱们一起研究吧 分工合作 这样能快一些 好 我们去那边 要让我撞吧 你先休息我 好 好 怎么了 我在想 如果大吐治不好晕血症 他当不了外科医生怎么办 当外科医生是十一的梦想 他一定不会放弃的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看能不能帮到他 长老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好 怎么突然这么说话 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当中 无论谁出现问题 你总是最快冷静下来 出主意的那个 所以有你在 就特别安心 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 这是应该的 成了 无论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会是我最好的朋友 一定会的 你好 露西 你们要干嘛 治病 好 这个头头也爱吃 再也要一个火烧茄子 这个他也爱吃 还有这个这个这个 提到了 这个 你这个要加一个吗 对对对 这个要加一个 这个 这个我也爱吃 行啊 行 行 这十一爱吃 这个吧 好 这个就了 谢谢啊 我 你给我远点 我 穿得太丑了 我 不是 谁生病了 不再反对一个 我把鸡水 谢谢 你喝喝 你喝不喝 怎么多人呢 你给我点面子啊你 谢谢 我明天有排练 你要不要来看 我去 行 反正阿文和小伟也请假了 我只好 安安静静地跟徐公路 好好的排练了 小绝 你们穿成这样 这个办法真的管用吗 能治好吗 能啊 我看书上都说 多接触 克服恐惧 是治疗的最直接办法 对吧 那也得见真血啊 你 曹导都觉得丑啊 太丑了这也 好好的 见真心 转过去快一点 想不想当医生了 快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猜猜我是谁 你来了 怎么了 好久没有跟你一起谈情了 能不能陪我谈一曲 那我二十谈错了 不许凶我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你怎么了 先前导师推荐我去欧洲锦绣 你 答应了 什么时候去 等坚持下来了 你已经办过签证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一直都支持你 追求你的梦想 我也知道你早晚都要出国锦绣 但是你怎么能 怎么能 都不提前和我说一声呢 我是你女朋友 你应该和我商量一下吧 你怎么就不想打开 你怎么会儿 你这种证据 你怎么会儿 你你怎么会儿